一起学习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的喜乐 那很愿意把这样的喜乐 跟你们也一起分享 特别是今天的主题 是要在婚姻当中 一起谈分享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 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继续的成长 弟兄姐妹 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很喜乐 所以呢我们在 这样的主题里面 可以开始想一想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是从圣经一开始 神的言语 一开始就设立出来的 他亲自设立的一件事情 就是婚姻 那在创世纪里面 他告诉了我们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说话 我们一起来看 在创世纪的一开始的地方 当神创造了人类 之后他设立了婚姻 他创造了配偶 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 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的时候 他告诉了我们 我们只要是一个人 我们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十五节 当时二人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这是神用很简单的一句说话 让作者告诉了我们 神他的心意 也就是说 神要我们与我们的配偶 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可能不琢磨在 身体上面 生理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 可能比较琢磨在 我们在心灵上面 在心理层次上面的 合而为一体 所以我们会定共享 共同的来分享 这一段婚姻的旅程 那这么严谨的开场 大家要开始有一个准备 因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婚姻当中 我们是否曾经有想过 或是已经体会过 婚姻其实是一个 不容易的事情 好 可能不容易还不足以 形容你们的苦难 所以我们可以再用 更厉害的一个字眼 你们岂知这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吗 因为婚姻不比教会 是因为它是常常见到 甚至于是一直见到 甚至于是不见到 也不行的见到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 没有遮掩的一个场所 只要婚姻它只是一个典礼 或是一个事情而已的话 那就太小看婚姻 婚姻它是一个场面 它是一个环境 它是一个 setting 它是一个设立处 它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地方 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婚姻 我如果把它摆成是一个教室 或是一个场所 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你没有别的路可以去 你也没有第二个门打开 那在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去怎么样去共同的享受 那就更不要再说 下一步在圣经的教导 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 它一直用婚姻来隐喻 跟直接的告诉我们 是神跟教会的关系 也就是基督教会 也就是我们就是基督教会 那这样子这么深奥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 好不好 那在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能就利用 每一年或是几次的机会 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想一想就好了 也许我们要去练习 它仍然有它的距离存在 但是起码我们要去思考 常常的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 弟兄姐妹们 这边有许多的是 父母亲已经走入婚姻的人 那你们也曾经年轻过 不是一生出来 baby就会结婚的 所以在年轻的时代 你们可以回想出来 你们自己在成长的阶段里面 哪一个阶段在进入婚姻之前 是比较困难的呢 好 想一想 那么在那一段时期 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 第二个问题 想一想看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你为什么可以就投入了职场去工作 你为什么就可以去在教会担任一件事情 你为什么可以变成现在的你 他中间的所有的过程是什么 是很多的学习 很多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如果他 从幼稚园 这边从小学开始好了 然后小学 一直到他就业 我们要培训他多久的时间 送他去受教育 大概几年 有没有数过 好 几年 对不对 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 让他受教育 为什么 希望他怎么样 有一个希望 对不对 有一个期待 那他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期待 或是没有达成这个愿望的时候 我们可能又希望他有更多的学习 跟更多的教育 对吧 所以很多的东西 包括你今天要进入到职场之前 我们刚光光说一个孩子 为什么让他从一年级就开始读书 我们可能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他将来是为了什么事 或是你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仍然没有听懂 有可能 所以我的重点只是说 在这么一个世界上会过去的一件事情上 我们尚且都知道要从一年级开始培养18年的时间 让他能够大学毕业或是一个专科毕业之后 能够找到一个工作 好不好 那我们又说 什么这个世界会过去啦 工作不重要啦 要爱主 对吧 那你这么不重要的事情都花18年的时间 那请问基督跟教会的事情可重要不 蛤 你们胆子很大 竟然不回答我 基督跟教会 岂不重要不 很重要 那这么重要的时间 我们花多久时间去练习 去教育 去受教育 有没有想过 不对 好像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走入婚姻 对吧 有啦 有啦 就是那个当年的介绍人 就告诉你说 他还不错 他也不错 有啦 他有告诉我们两分钟 那我们就走入婚姻 对吧 有一些人 那有一些两分钟之后 就又换另外一个人 也有可能 对不对 意思是说 回想一下 一个你嘴巴会说 现在先不要说你同不同意 就是说 嘴巴会说 世界是过往云烟的虚空 世界的工作 尚且需要18年的时间去教育他 何况是基督与教会的奥秘关系 岂不需要教育他 懂吗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不要教育他们 我们先教育我们自己 回想一下 进入婚姻之后 现在多少年 我们不管了 也就是说 在这些年日的当中 我们有没有觉得 感觉就好 觉得自己有不断的在受教育 不断的在毕业 不断的在成长 也就是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看得很清楚 有没有 我们确定要讲婚姻的共享吗 因为这个是前提 意思是说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吗 而且直接就会说 没有 或是 有 很清楚 起码要先知道自己 如果我们是一年级 也OK 起码你知道你几年级 你如果连几年级都不知道 教练怎么教你啊 对不对 你不能一直在那边说 我要补习补习 那老师就说 你现在要补什么 不知道 那你学过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请问你要补什么 讲不清楚 老师一定叫你回家 想清楚再来 对不对 除非他只是要你的钱 那 现在就是说我们起码要知道 我今天不论5年10年15年20年 我请问自己 问自己就好 就说我一闭上眼睛一回想 今天之后的回家功课 因为星期五你们还要见到我 所以今天的回家功课 就一闭上眼睛回想之后 知道说 啊 我好像这个人 从结婚那一天就是这样 到今天 我觉得我还是这样 也蛮好嘛 知道吗 要先知道 那第二个就是一眼睛闭起来说 啊我以前是这样 欸我发现 我在十年前不一样了 OK很好 那又闭起来说 哎我发现我每一年都不一样 更加的sweet甜美 也OK 所以请马肩知道 啊星期五我们就举牌 好不好 就是说 一年级到十八年级 我们就举牌说 你现在是第几年 啊我们从这边一看就知道 有不同的数字 这样就对哦 不能一举牌是空白的 哦 那这样主耶稣很伤心 因为你们当年都说感谢主 哦 让我走入婚姻 啊问你 几年了你成长 零不知道哦 啊零也是OK 你知道吗 真的 零最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婚姻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把它比喻成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 是一个最难的一个挑战 是因为 它真的认识你 你也真的认识它 那所以你是没有地方可以躲的 你知道吗 如果那个场地还有一个衣柜 你可以进去的话 不用担心 你打开它也在里面 所以它根本知道你想要躲在哪里 知道吗 你们如果真的经过婚姻 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也就是它的一举一动 它的一平一笑 完全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完全知道 现在要跟它跳什么舞 说什么话 对吧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它没有 Hiding躲藏的空间 那请问你 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因为你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其实还有躲藏的机会 因为你可以在汽车 刚刚吵过架 你一进来可以接待 知道吗 因为你不会再跟人家吵架 有可能吵架 可是你起码会笑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知道 刚刚发生什么事 可是 你只要在婚姻的场所里面 你的一举一动 对方完全知道 这个我觉得是恐怖的事情 也就是 它是一个没有隐藏的地方 所以它对我们来说 是极大的挑战 那只要是不隐藏的地方 你们就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位说 你在他的面前毫不隐藏 那就是神 因此 婚姻跟神一定要连上关系 就是说 在婚姻里面 其实你在练习认识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只把婚姻当成是我们回家吃饭 跟睡觉的地方 那我们还不是认识婚姻 婚姻 它是一个认识神的地方 因为婚姻里面没有躲藏 那么在神的眼中 是没有躲藏 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因此它对我们就是一个大的挑战 第二句话就变成 婚姻就是一个揭露 你跟我是谁的地方 它打开了我们的罪 也就是说 今天你在家 假如你们真的有经历婚姻的话 你们会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这个人的个性 有多好 我讲正面的 那么 你既然知道 神也知道 懂吗 但是 请问这个人 可不可以出现在这个场所 做他应该有的角色跟工作的职份 可以 为什么 因为 没有其他的人知道 你有多好 懂我意思吗 所以婚姻的难 就难在说 他没有办法躲藏 第一 第二是 他是揭露你跟我的罪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连在一起 才有办法去谈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怎么去共享 可是如果我们 没有把这个放进去 或是放的不够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觉得 对方对方对方的问题 啊 怎么会是这么头痛的问题 有时候啦 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 就你觉得另外那一家 比较好 也有可能 可是我们大概忘记了 只要他不能 他是一个没有隐藏的地方的时候 你不论跟谁在一起 都是差不多的 知道吗 所以 今天你跟这个在一起 那你就 接受吧 你就 勇敢的 面对他吧 因为你要认识的是神 你要认识的是你的罪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不琢磨的太深入 因为 星期六星期天 我们的圣职人员 我们的长老 会跟我们分享更多 从圣经里面 看婚姻的事情 但是我们提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放进去 今天要多一点的分享 是在 也许是在生活上的啦 技术上的 好 那我把我的角色更多分享给你们 是在 技术层面上 练习层面上 应用上面 这样OK吗 我们就分出来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可能不会再提到圣经 那 你们就要知道说 喔 因为星期六星期天 会谈圣经 好不好 OK 这样OK齁 我们都有在一起 上面的那个是回家功课 回家功课是 一 要去读以赛亚书 二 是读诗篇 很短很短 一定要读 读完了之后我们星期五 我们一起来做报告跟分享 把它抄起来 这是今天的回家功课 然后今天回家功课的 另外一个是 刚刚我们去思想 我们从结婚的第一天到今天 我们觉得自己是 幾年级 OK 我现在要读一篇文章给你们听 那你们可以休息 你们也可以笔记抄 你们也可以享受 我读一篇文章 也许是你们听过的文章 呃 这个文章叫做 两个好人的婚姻 也许你们听过了 让我重复一下 我的母亲 是一个非常好的 诶 题目有听清楚 喔 两个好人的婚姻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从小 我就看到她努力的在维持一个家庭 她总是在清晨的五点钟起床 我们住在乡下 她会在那时候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我的父亲吃 因为我的父亲胃不好 早上只能吃稀饭 然后她要接着煮一锅干饭给孩子们吃 因为孩子正在发育 需要吃干饭 一天上学才不会饿早 每个星期 母亲就会把榻榻米搬出去晒 晒出暖暖的太阳香 每一天的下午 我的母亲就会弯着腰刷着锅子 我们家的锅子每一个都可以当镜子使用 完全没有一点的污垢跟油腻 晚上 我的母亲会努力的蹲在地上擦地板 因为她爱干净 一寸一寸的把地板擦拭了 家里的地板比别人家的床还干净呢 就算打着赤脚也踏不到一丝一丝的灰尘 我的母亲是一个认真辛劳的好女人 但是在我的父亲的眼中 她却不是一个好的伴侣 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父亲不止一次的对我表示 她在婚姻当中的孤单 以及她没有被了解 第二段 我的父亲是一个好的父亲 她是一个负责的男人 她不抽烟不喝酒 非常的认真工作 每一天准时上下班 到了暑假 还会为我们安排功课表 安排我们的休息 以及我们其他的作息 她是一个尽责的好爸爸 每天督促着我们在功课上 有所成就 她个人喜欢下棋 沉浸在她下棋的世界里 我的父亲是一个好男人 在孩子们的眼中 她就像天一样的大 保护着我们 教育着我们 只是 在我母亲的眼里 她也不是一个好伴侣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经常的看见 母亲在院子里 在角落里 暗自的掉泪 父亲她用行动 母亲她用行动 表达了她们在婚姻当中 所面对的困难 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 我也听到 父亲跟母亲 在这个婚姻当中是无奈的 我也看到 感受到 她们竟然 都是 这么好的 男人 这么好的 女人 可惜的是 我父亲 还在世的 岁月里面 她们彼此 对于婚姻 都觉得 在挫折当中度过 而我 到现在 也一直困惑的成长 我问我自己 为什么 两个这么好的人 却没有一个好的婚姻 这段文章就是 到这边为止 星期五 会读下半段 给大家听 也就是说 她自己 怎么样在自己 进入婚姻之后 看见了一些事情 好 从以上的这段文章 当中 大家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想法 在心中 自己有一些的 句子也好 有一些的 意念也好 都把它放进去 她的主题就是 两个这么好的人 却没有一个好的婚姻 那么 你说的好婚姻 到底是多好呢 你看她们是很盡责 对吧 所以 她们其实没有做坏事 她们也没有 不负责 她们对今天我们来讲 培养孩子一样 她们是成熟 稳重 有责任感的人 对吧 我们今天培养出来的孩子 也希望她是成熟 稳重 有责任感的人 能够担起家庭的责任 岂不是吗 那如果是的话 应该 她进入婚姻的时候 是应该是快乐的 是应该是喜悦的 是应该是能够共同分享 甚至于可以连结到 耶稣基督教会的关系 岂不是吗 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步 跨过去的这一步 有一点点的挑战性 跟她的困难在 对不对 她不是因为今天 你跟我是一个好人 我们进入婚姻 就是一个好的东西 这个婚姻就变成自然的美满 自然的快乐 自然自动自发 就变成一个喜乐的对吧 那这个要回应 我们一开场的时候 有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世界上 会过往云烟空虚的 世上的一份工作 我们尚且需要十八年的岁月 透过教育 去让她接受这么多的训练 那岂不是今天你要进入到 基督教会的关系的里面 你不需要透过许多的学习 透过许多的训练 而进入吗 对吗 所以说 神非常的聪明 他先把我们摆在一块儿之后 再让我们去面对 有一句成语是什么 就是前面也没有 后面也没有 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忽然间闪过一个意念 就是你现在就是 你必须做一点东西了 因为你前面也没有人帮你 后面也没有帮你 所以前后都没有的时候 他把你设定在一个环境里面 那个环境叫做婚姻 然后他要你透过这件事情 来认识他 来认识自己 因此 你会因为这样子 而尝到 他亲自设立这件事情的甜美 寫起来了喔 星期五 会考甜充题喔 呵呵呵 呵呵 你們是换了场地之后 變成这样的吗 呵呵 就是那个 蛤 好像 還是你們不太习惯我讲话 的方式 還是怎樣齁 就是 你們要 很享受 很享受 你們 太用力的时候齁 是不能享受的 你什么时候看过 那个参加奥运比赛的人 他告诉你 他刚才 很享受的跳过去 没有 他是很用力 很紧张的跳过去 对不对 啊 那个叫比赛 好不好 啊 我们现在没有要比赛 呵呵 你们怎么会把 学东西当成比赛 我们没有要考试 OK 我们也没有要运球 我们都没有要考 都没有要比赛 啊 你们不用 憋成这样子 就是 你几年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好 轻松一下 第一段结束了 回家功课抄起来了齁 擦掉 婚姻是挑战跟 揭露你我的罪要擦掉 因為今天太多年轻人 好 我们来讲第一 我们要一起来分享 什么呢 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事情 有很多 但是在讲分享之前 呃 我们先聊聊天 也许你们也是听过了 你们可知道 男女的不同 呃 你们一定知道 对不起 呵呵 你们程度很高 你们其知道 男女有多不同 OK 你们也知道 因为你们会说非常的不同 有多非常 真的非常的非常 因为呢 你们听过了 或是你们Google过了 它光是大脑的 脑神经的传导线 就非常的不一样 你们知道吗 呃 因为现在是广告时间 也就是说 你可知道 执事娘 喔 不要讲执事娘 喔 因为都会录音 就是说 你可知道 姐妹们 姐妹们 你们有多 么的厉害吗 你们真的 不能小看自己 我现在讲这句话 是要讲给先生们听 你们不能小看他们 因为 他们会怀孕 他们会生孩子 喔 当然 你会说 如果不是你 他也不能生啦 那我也同意 我现在只是要 先着重在 生孩子这件事情 你可知有 多么的困难 呵呵 我现在是要讲给弟兄听 可是我先讲姐妹 我就是说 你们好伟大 因为 因为 今天如果换过来 变成弟兄 会怀孕的话 你可知道 弟兄 有多么的悲惨吗 因为他们痛一下 就会 喔 很痛很痛 你知道女人 不会吗 她 可以 一边大肚子 一边工作 男人不行喔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呵呵 不信你去做做看 男人不行喔 你让她大一个肚子 又疼成 又痛成這樣喔 她一直躲在那裡 一直哼 因為 呵呵 因為 她的大腦結構 跟你們 不一样 醫生在這 你們的大腦結構的 傳輸系统 那個神經的線路 非常的 呃 複雜 我講的是正面的複雜 就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多元化 比喻來說 就好像你們 走進 森林裡面 迷路的感覺 迷路 lost 迷路 找不到路出去 就是 前面也一排樹 後面也一排樹 你們的大腦就是這樣的 它是沒有路的 它是整片都是森林 啊但是呢 你們就自己會找路走出去 這就是女人裡面 男人不適 沒有樹 只有兩條高速公路 中山高 跟北二高 那個高速公路 你如果讓它只要不通 齁 呱呱叫 因為 只有這條路 最快到 怎麼給我堵車 堵成這樣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大腦的結構 就像這樣 它的路線很直 很清楚 而且就是這麼兩條 齁 啊你們不是 你們是 沒有路 但是是 自己會找路出來的 這個 光是這個啊 你們一輩子 就有得吵了 因為 他講他的 你講你的 兩個完全聽不懂 在講什麼 但是就可以生活一輩子 啊 奧秘的奧秘 真的很厲害齁 你看過很多 如果結婚 四十年的 如果你看過 或是什麼 你注意去觀察那樣的互動 那個言語已經變得很少很少 通常是眼神跟嘴型 然後 對方就知道要往哪裡去行動 那就是 基督跟教會的關係 你想想看 會不會有一點奇怪齁 就基督跟教會 最後是不講話的 不講話的 是這樣 這樣子 有風這樣子 好 所以男女非常之不同 是在大腦的結構 因此 他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在你的生活領域裡面 當有一天你進入到婚姻的時候 年輕人 你們進入到婚姻的時候 對你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那個當中有許多的甜蜜 我先不講 就他是一個全新的 那現在呢 我們進入婚姻的許多人呢 有沒有去思想一下 他對你是不是還是全新的東西 還是你已經覺得說 哈 我已經撩弱指掌了 你們 只要在心裡面有覺得說 我已經撩弱指掌的 那個一定要去採訪他的配偶 因為大部分他的配偶是說 他做給他看的 他讓他撩弱指掌 他覺得他撩弱指掌 唉呀 這一齣戲真的還沒看頭呢 也就是說 一個演給他看 然後一個覺得說 我早就知道是這樣演 如果你是站在旁邊看的人 你豈不會想笑嗎 齁 為什麼 因為婚姻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它是一個從來在我們原生家庭 就是說從你自己的家庭裡面 不曾發生過的事情 他把你放在一起 它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因此 我們需要再學習跟成長跟教育 好不好 好 進入了喔 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學習什麼呢 因為 他跟原生家庭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們所有小時候的東西 我們覺得是這樣的 到了婚姻以後 都不是這樣 那個真的會讓人很生氣 如果你同意 如果你有感受的話 你真的會很生氣 那為什麼你現在大部分不會生氣 有一種齁 畢業了 有一種是 算了 我不跟他計較了 也蠻好 這個也畢業了 那所以這一堂課就不用講了 因為大家都蠻好的 所以我們就講給一些 自己覺得還不是那麼好的人 我們聽一下 還在掙扎的 也就是說 我們第一要分享的是 語言 那今天我們要講許多的應用 所以我們不用看聖經 我們講運用 怎麼樣應用呢 回家練習 今天全部都是練習題 回家練習 也就是說明年的這個時刻 假如我們又有婚姻的 這個題目專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好 所以 訓練什麼呢 語言 也就是說 你要跟你的配偶 發明 跟創造 一個 完全新的第三國的語言 嗯 我現在說的語言 是說 你在你的家裡面 你自己講話的方式 你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方式 只等到你遇到了配偶之後 你的配偶說 你說的怎麼這樣 啊你就會說 啊我本來就這樣 齁 那個就叫做 你以前的語言 是你的第一母語 那第二母語是 你就聽到你的配偶講一句話 你說 啊你怎麼說這樣 那他講的那個叫 第二國母語 知道嗎 那現在我們要練習題是 共同創造第三國的語言 你們就要花心思跟巧思跟 牧師跟什麼思 去討論一下了 好不好 花一點點時間 那等一下我們會放到 最後我們要有時間 每一天回到家要練習什麼 你們如果還有一點興趣的話 假如你的對手 你的對方 你的配偶 你覺得你一點興趣都沒有了 也沒關係 知道嗎 星期六傳道會告訴你 好 要你認罪 總要符合一些人的需求 所以我 我們星期三跟星期五的需求是 大家還想練習的人 好不好 我都假設你們是很願意練習的人 所以我就很有那個喜悅感 那 我們第一練習就是 語言要設計第三世界 是什麼的意思了 也就是說 嗯 你們可以設計一些牌子 在家裡面 你們要先設計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練習 不是你以前的東西 一直到練習 你不需要看得見的東西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能要設計一個板子 一個牌子 一張紙 什麼東西都可以 或是畫一個記號 你們要商量好 意思是說 比如你們吵起來了 比如說吵有爭執的時候 現在誰要先說話 好 我們就是說 啊當然是男生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 今天世界上的男生 不太願意先說話 你們可知道 因為他只有兩條高速公路 他覺得這條不通的時候 就是不通了 他只會告訴你塞車 他不會告訴你 maybe會怎樣 不一定啦 可能有的男人是例外 那 女人也不是 因為他迷路他的森林裡面 他找不到路 你叫他先開口 他就 他就講別的 啊男人就說 你講重點 你就說 我就在講重點啊 你就一直講重點啊 你講完之後 他就說 重點是什麼 我就一直在講重點啊 他就走了 因為 因為男人的腦要聽重點 那女人一直覺得自己在講重點 女人 你們沒有重點 因為 你們是森林 是沒有路的 你們只是在找出口 可是你們在找的同時 嘴巴會開口 會碎碎唸 會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啊你覺得你在講話 啊對方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要聽的不是這個 啊所以語言一定要發明第三國的語言 也就是說 不是你家的說話方式 也不是我家的說話方式 也不是你男人的說話方式 也不是我女人的說話方式 是我們共同一起 透過蜜月那一天之後 第一次相處之後 我們花時間 每一天去設計一些新的語言 這個叫做語言的分享 好不好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爭執了 我們爭執 那我們現在要 誰先講話 不用誰先講話 去拿牌子 好 因為呢 拿牌子 你整個的大腦情緒 就轉換了 因為你只是去拿牌子 你沒有要認錯 知道我意思嗎 好 啊你因為沒有要認錯 所以拿牌子OK 可是那個牌子上面寫的 對不起 你懂我意思嗎 那那個動作 那個牌子叫第三語言 先設計好好不好 那我現在只是舉一個例子 你們自己要花時間 因為有的人 他用的不是牌子 像我碰過我們練習的時候 我們跟婚姻輔導的時候 他們最後有人發明手勢 就是對方看到這個手勢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看到什麼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那個就是共同創作 而且那個共同創作 是在蜜月的時候 然後兩個甜甜蜜蜜的時候 發明的 所以他們共同簽下這個合約 而不是在爭執的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說 快點啦 發明一些新的語言 那個不行 那個有威脅感 要在甜甜蜜蜜的時候 好了 那你們現在已經結婚二十年 二十八年了之後 你們怎麼樣又有甜甜蜜蜜的時刻 發明這些共同的語言呢 來請問 還是要有喔 好不好 還是要有 那我們等一下要說 每一天要花多少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 吞一顆維他命下去 好不好 讓你身體會強健 好不好 婚姻也會強健 第一是 語言 OK嗎 發明第三語言 那那個語言 絕對不是你平常講話的語言 就你認知的對不起 跟你認知的我錯了 這個 都不行 那個都是你們家以前的母語 你要發明完全是你們 共同創作出來的第三語言 然後用那個語言 來開始溝通 那練習的方式 第一就是先練習 爭執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語言來代表 然後還有什麼情況 不說話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情況來代表 還有什麼情況 你們就先想一些情況 然後從那個情況去發明語言 那只要你碰過一次成功 他就之後都會成功 你要練習 你們不練習星期六會被罵 要認罪 我覺得練習比較簡單 因為認罪也是母語 如果認罪變成第三語言 你們可能就認了 齁 我畫一個冰淇淋 就是認罪 那你看到那個就 喔好想吃 就認罪 好 第二 我們分享喜悅 喔 喜悅聽起來很容易 喜悅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 你的喜悅方式 在你家跟在我家 二十年來 喜悅的方式不一樣 你知道有男人的喜悅 是這樣 哼哼哼 這樣而已嗎 女人的喜悅是 哈哈哈哈 是不一樣的嗎 那有另外一種 女人的喜悅是 放在裡面嘴角 微微的揚起二十度腳而已喔 那男人的喜悅 會把兩隻腳 撬到桌子上去喔 所以 喜悅到底怎麼表達 回家練習 問他 訪問他 說 哈囉 請問你喜悅的時候 通常會怎樣 他如果跟你說 他不知道齁 你就要笑他 長這麼大 你不知道你喜悅是怎麼表達的 知道嗎 那當你說這句話之前 你要先說 那我呢 我的喜悅是這樣表達 你才可以笑他 知道嗎 因為有可能你也不知道 你怎麼表達喜悅 我跟妳講 喜悅不一定是笑 不一定是 那個叫做看笑話 你們共同看一部電影 覺得很好笑的時候 會不會一起笑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電影是第三語言 懂嗎 因為那套電影不是你拍的 也不是他拍的 就叫第三語言 所以你們共同看第三語言的東西的時候 會一起笑 有沒有發現 OK 那我現在就要用這樣的東西 應用到你的生活去 你一定懂我的意思 應用過去 有什麼是第三的東西 會讓你喜悅 然後 你喜悅的時候 請問你做什麼 所以就分成兩件事 你們要寫 第一就是 你原來還沒有跟我結婚的時候 Asan 你是怎麼效法 你怎麼喜悅 第二 你跟我結婚之後 Asan你結婚28年之後 你後來的喜悅是變什麼樣子 你要注意聽 那你就把它寫起來了 那個就是他的喜悅的方式 這個叫做 一起去分享他的喜悅 假如有任何一個人 特別是先生 有機會真的告訴太太說 我的喜悅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們 光是這件事情 你們就可以快樂很久 你們這個回憶可以持續很長 為什麼 因為男人的心事通常不會告訴你 不會的 真的 你真的覺得他都說了嗎 沒有的 他只是一個好男人 他只是很知道如何的努力維持這個家 他只知道如何的把錢送回來 他只知道 他知道很多事情 他是一個好的男人 可是他現在要成為一個好的伴侶 好的配偶 沒有人交過他 知道嗎 你們要用這樣的心態去看自己的先生 知道嗎 就是他是殘障的 就是說 你在 有沒有 你看到那種 有沒有 就是 也不要說 可憐 就是說 你看到 你應該不會去推人家吧 不會 對不對 那現在我就是說 因為他 不容易 說出來 不容易 像我這種很愛說的 真正 那 那 不容易的 你叫男人開口說 啊 配偶啊 我此時此刻的感覺 是這樣這樣的 你做夢 知道嗎 可是 弟兄們 你可知道 他們最想聽的是這個 真的 他們最想聽 你此時此刻的感覺是什麼 可是我們就是說 我此時此刻 啊 那個感覺說不出來 然後他就這樣 什麼 沒有出來 所以你們都在沮喪中 就度過了二十年 然後就一直覺得 我知道我先生真的也不簡單 不簡單什麼 通常在講他的工作 不是講他懂你 你在講工作 你在形容他的工作 所以這個東西 你就形容教會的指示也可以啊 你怎麼不去形容 教會的指示說 我覺得他真的不簡單 你為什麼去跟指示吵架呢 你應該說這個指示真不簡單 所以 我的意思回來了 你們現在要分享喜悅的時候 你如果在家裡面 你如果在教會裡面 你 不說的東西 你不會 你經過大腦 你不說的東西 你在家就要練習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如果在家裡面 講話的方式 你講話的內容 你講話的調調 你講話的東西 假如你在家是這樣講 請你也帶到教會裡面 這樣子 跟人家講話 好嗎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了嗎 因為 很多人在 這個場合裡面 會鞠躬做衣的 哈利路亞 可是他到了家之後 兩隻腳一放 然後電視一開 就說 你今天怎麼樣 聽到要死啊 聽到要死 都講得出來 你怎麼沒有站起來說 哈利路亞 然後說 我很累哈利路亞 你怎麼沒有這樣講 你為什麼只有在這裡講 你在家不講 所以 你在這裡講的話 在家就要講 你在這裡不講的話 在家不要講 你在家裡講的話 在這裡同樣也要講 如果你在家裡面 是非常大聲 非常兇悍 到這邊就大聲跟兇悍 好不好 做一個真實的人 就這樣 起碼 你第一個年級 就畢業了 因為一年級就是 你們要堂堂正正 做個誠實的好公民 好不好 那你們是天國的公民 那個標準更高 你都不誠實 你怎麼進入婚姻啊 哈囉 懂嗎 所以你在 你只要做接待 你們很愛做接待 對不對 不能這樣講 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有人做接待 你就去模仿他 他在做接待 所有的動作 口氣 笑臉 模仿他 拍起來 現在不是都可以放YouTube嗎 把它拍起來 放在YouTube 然後給你的配偶看說 我今天開始要學習像他這樣 非常好 知道嗎 懂我意思 這個意思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你今天在外面是什麼 你在家就要是什麼 很多人說 在家裡已經是自己人了 何必客套 我告訴你 要非常客套 非常客套 怎麼樣客套 回家練習了 你要有喜悅的分享 一定要說 謝謝 請問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不好意思 Hallelujah 你們能夠講嗎 練習喔 因為這個不是你原生家庭有的東西 沒有練習是做不到的 完全都是語言 所以語言排在第一個 所有後來的東西都是透過第一個出來的 那這些語言是你從來沒有的 因為書本沒有教第一 老師沒有教第二 教會可能教一點點 然後你在社會上可能沒有 因為很競爭 沒有人會教我們這些 那我們就這樣就進入婚姻了 很可惜喔 因為基督跟教會不能連在一起喔 好可惜喔 所以還講不到那一塊 禮拜六才會講 所以說 我們第二 我們要分享喜悅 一定要採訪他 第一 第二 我們分享喜悅的時候 要練習很多禮貌的說話 練習禮貌的說 練習禮貌的說話 好我現在不管你結婚多久 我只把我知道的先跟你分享 等一下聚會後 你如果告訴我 沒可能的事 好那 我就走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聽東西就是這樣子嘛 要不要練習是在自己 那 你們一定可以的 因為我看到你們的喜悅 所以說 你 好弟兄 你們跟客戶怎麼樣說話 在家就要怎麼樣說話 弟兄 弟兄 你們跟客戶怎麼樣說話 跟老闆怎麼樣說話 跟客人怎麼樣說話 跟同事怎麼樣說 回家就要這樣說話喔 所有的姐妹們請記得 你們上過這一課 你下次就可以發明一個語言版說 我是你的大客戶 因為他如果說 那個那個那個 你就寫 我是你的 你不要自己講喔 你一講就吵架 不行 一定要板子 一定要第三語言 我是大客戶 他如果還不聽 第二個板子拿起來 你還是不聽嗎 第三個板子 全部要用第三語言出來 不然就吵架 好不好 他如果還聽不懂 告訴傳道 所以說 所以說 弟兄們 你們怎麼跟客戶說話 在家要怎麼說話 在家要怎麼說話 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你的配偶 真的會 從心裡面 感謝你 因為 那個叫尊重 嗯 我今天好像講比較多弟兄 不好意思 那 因為我比較 認識你們 弟兄 弟兄們 我們因為 有那個 文化的東西 就我們對 女性的角色 會有 會有 他也不一定只有包括文化 他也包括教會的教導 他就是有一種 滴下來 他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不是很多 但是所以弟兄 我們一定要在這一塊 先努力上來 因為他是你的身體 他是你的身體 你不能夠看清自己的身體 因為一顆頭這樣飛很恐怖 真的 那個是另外一套電影 也就是說 你不可以只有頭在飛來飛去 然後身體一直跟不到你 知道嗎 身體在一樓你在三樓 所以說 你如果有一點點從心中 鄙視他 看不起他 只因為你的文化教導 教會教導 或是什麼教導裡面 你自然而然 而且是不知覺的 去鄙視女性的時候 他會從哪裡出來 語言 語言 所以你看 你如果不練習 跟你客戶講話的方式 也跟你的配偶這樣講話的話 你其實是在鄙視他 因為你覺得 他應該做這做那 可是如果你當他是客戶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討好他耶 你為了這一段生意 你必須討好他 豈不是嗎 你們應該比我更懂 如果在做生意 跟客人見面的人 對不對 你們向你們做生意的 你們 做生意的到哪裡去 向你們做生意的 你們 我知道你們可以愛賣不賣 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會一百個客人來 你都愛賣不賣 你起碼要賣一點東西 那我現在講的是說 賣一點東西 因為他不是奧客 奧客不會跟你結婚的 真的不會 他在澳洲 所以說 你一定要認真的 對他像客人一樣 這樣子他領受到尊重之後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女人 姐妹們 你們的腦啊 只要那個樹林啊 有了一絲的亮光 你們做什麼都可以 真的 你們為他如何的犧牲 都甘願 很奇怪 那個是一個天生的東西 但是 女人也很奇妙 只要沒有一絲的亮光 照亮她的森林 我告訴你 弟兄們 你們有罪可受 知道嗎 那個叫暗無天日 他們因為是森林的結構 他們有的是方法 他們會設計在森林裡面 許多的小圈套 嗯哼 捕捉小白兔 嗯哼 他們有的是很多的方法 你真的不要小看他 只是他不用出來而已喔 這就是為什麼 我非常的尊重女性 是因為 他們的腦部結構 簡直比我們發達 多了幾% 非常的好 大概是 15到20%左右 可見 如果你用容積量 有物理老師 化學老師 容積量來看的話 他比我們大很多 可是他們的size 跟我們也差不多 甚至比我們還小 因為瓜子臉的關係 那他 他跟我們差不多的時候 可以容納這麼多 你可知裡面有多複雜的結構 他要對付你啊 輕而易舉 只是他今天不願意使出來 因為他有主耶穌 哈囉 弟兄們 你們真的以為你們怎麼樣啊 我等一下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 我已經看到有許多的殺氣 一直的傳過來 我決定繼續的講 休閒 拉著他的小手去登山 拉著他的小手去做一些休閒活動 但是請注意 又是第三休閒 你們現在聽得懂了 不是你以前原生家庭的東西 也不是你家的東西 是你們之後 共同發明了一個新的東西的休閒 而你們共同在那邊找到了樂趣 第一年沒有找到沒有關係 第二年找第二種 第三年找第三種 總會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共同的 千萬不要告訴我 我只喜歡看籃球 我只喜歡看足球 然後就說 這就是我 然後他的媽媽就告訴你 你就讓著他 他以前在家都是這樣 這種你千萬 這有錄音對不對 你千萬要聽一點點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我今天要介紹 全部是第三 如果沒有花時間 絕對找不出第三世界 第三共同 第三興趣 第三休閒 第三語言 你如果沒有花時間 這些都不會出來 他不會自動自發的出來 不會的 這就是我說的 一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四年級 他要不斷的去發現第三的東西 假如沒有 這個婚姻到很後期的時候 就是 走啦 吃啦 趕快睡啦 就只有三件事情 可以講 沒有別的了 你們可以抄起來 二十年之後 你看一下 你家裡二十四小時的對話 是不是只剩下這三件事 而且只有兩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六個字 很簡單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婚姻就是這樣 走啦 趕快吃啦 趕快睡啦 所以 要 要發明 休閒 你才有辦法去體會 基督跟教會 基督跟教會 如果最後是這樣子 多恐怖啊 聚會啦 回家啦 賣來啦 多恐怖啊 耶穌這樣跟你講話 欸他講很多話呢 他講很多話 今天回去看 以賽亞書喔 我希望你會感動 因為神 他直接說 他有多愛你 唉呦 你嘟嘟看 好感動 你們天先生 或是你們太太 你們做配偶的 有沒有這麼直接 神這麼直接喔 你覺得他多偉大 他其實可以看不起我們 可是你看他多偉大 他直接說 你過江河的時候 我在那裡 你被火燒 你不會燒到 我擋住 你讀讀看 你們什麼時候 跟自己配偶這樣講 你Shopping的時候 你去瞎好了 不行 你知道Shopping 對女人有多重要嗎 蛤 可知道 這就是在休閒裡面的第二件事 第一件事情 是創造第三 也就是 兩個共同心的東西 第二件事情 是去發現你的客戶 他喜歡什麼 好不好 這只有弟兄喔 姐妹 不要管先生 就先生做 先生你天生 你天生 就是要去討好客戶的 對不起喔 如果你剛好又是服務業 你就 外面服務完要服務裡面 那沒辦法 不然你就換一個工作 啊不然的話 我就是告訴你 就是服務業喔 弟兄 你就是要去討好這個客戶 他喜歡Shopping 你千萬不能說你不Shopping 不行 你就 尾隨 跟蹤 你喜歡用很刺激的字眼嗎 其實就是跟著去啦 要記得 首先要幫他拿東西 我又有殺氣的感覺 好 我對這邊講 所以呢 也就是說 休閒的這件事